球运会武术套路昨晚产生了四倍金牌 女子男刀男权最大得冠热门 福建队的林凡 由于严重失误无缘奖牌 冠军被两项发挥稳定的浙江的毛亚奇获得 男子刀棍比赛中 山东选手吕永旭获得冠军 另外男女太极拳太极剑金牌 分辨由福建的周冰和解放军队的崔文娟获得 心里比较烦躁一些 因为他因严重失误无缘奖牌 福建队的林凡 不但是以预赛第一的身份进入决赛的 而且他试锦赛冠军的身份 也加重了人们对他的关注 此前在男刀比赛中 他更是以9.72分的高分排名第一 但是昨天他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最终以19.15分排在第12位 就是我自己还是没有跳到最好 可能今天玩的最后一场 我也很想把它表现到最好 但是可能往往这么想 就是想表现好 但是可能往往可能就会 越可能那种可能负面的东西可能就越多 但是今天晚上这样子 可能我对自己还是有点失望了 冠军被两项发挥稳定的浙江选手 王亚奇获得 再后王亚奇表示 赛前他并没有想到能拿金牌 应该说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要拿冠军 或者是什么特定的目标 我做的就是每一个时刻都尽自己的所能 仅此而已 如果说表现的话 我非常满意 甘肃的魏弘和福建队的林霞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男子刀棍比赛中 盛西的袁小超虽然表现出色 但仍然没能超过深冬选手吕永旭 再获一枚银牌 另外一名深冬选手孙培元获得刀棍的季军 另外男女太极拳太极限金牌 分别由福建队的周冰和解放军队的崔文娟获得 昨天晚上在比赛当中获得四枚金牌的冠军 应该是够引人瞩目的吧 不过在观众席上还有一位冠军 比他们四位更忙碌 这位冠军是一位举重冠军 他就是张国正 他来干嘛 是来当观众吗 让我们去看看 看台上的张国正相当的忙碌 不但要应付记者 还要不停的和观众签名拍照 可是抢了冠军的不少风筒 这一次他是特意来到宾州来看武术比赛的 你喜欢武术吗 喜欢啊 从小就喜欢武术啊 练过吗 应该来讲过练过一段的太极 就是以前来 在大学期间 做那个选球帮的老师课 练练过 不过这一次来 张国正可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 顺为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校副校长的张国正 这一次还带着任务 一个是来督战 最关键的就是为运动员服好物 对 为运动员服好物 看运动员有什么要求 有什么想法 然后能够为更多的为他们服务 我也是运动员出身嘛 我很能够理解教练啊 运动员那种辛苦 确实这样的 不过从我们发现他到采访结束 张国正一直忙着签名接受采访 真不知道这位奥运冠军的知名度 是不是会影响到他完成工作任务 全运会武术套路的比赛已经进行两天了啊 在比赛的过程中 除了上下场的运动员外 我们发现有的裁判也随着运动员上上下下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您瞧 怎么四川队的周灵要下场了 裁判也跟着下场了呢 原来这是正在执行为了比赛公平公正 而特意势力的裁判员回避制度 为了让比赛更加的公正 作为会下了不少的功夫 首先 上场职裁的16名裁判 全部在比赛开始前10分钟抽签决出 执行当场回避的裁判也将同时抽出 另外 正是比赛开始之后 所有裁判员都要处在封闭管理阶段 比赛期间 裁判员将完全与外界失去联系 我们采取生活区的封闭呢 也动用了一些无解 同时呢 我们也在楼道里头 放置了 摄像头 这样就是全时 全方位 全过程的进行建筑 裁判员在选拔过程里相当的严格 他们不但要通过考试 接受全国的攻势 另外通过专门的赛峰赛季培训 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在全运会武术比赛历史上上属首次 相信这样严格的制度 一定能为全运会的武术比赛 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环境 那昨天第十一届全运会 蹦场比赛呢 还进行了男女团体的决赛 福建队包揽了两个